1949年国民政府撤迁来台 蒋介石命令公卖局 酿造成年的绍兴酒 一来是他的家乡浙江习惯喝绍兴 另外一个原因呢 蒋介石撤退来台 觉得自己像岳王勾建 他一心想要复国 所以仿制古岳国的成年绍兴 品质最好的酒 直接就储存在埔里的地下酒窖 准备反共复国之后 运到南京当作庆功酒 说到这里我们就觉得哪里怪怪的 学勾建不是要尝胆吗 怎么会尝酒呢 不过大家都知道 老蒋最后并没有喝到这杯庆功酒 这批酒也逐渐被遗忘 直到了九二一大地震 这批成年的少吉才被震了出来 中国国民革命 要求我们中国 作丽持有平等 来许言我们圣中里的三名字 蒋中正1949年牵台之后 不仅带来了大批军队 还带来了这一位绍兴酒 也开始了普利酒厂 酿制绍兴酒的开端 我们知道老蒋 蒋介石先生他带了一瓶阿兵哥 来到台湾 大概民国38年 1949年 那时候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 大概是九月份 非常寒冷 然后因为他们 从大陆过来 他们像老蒋的话 他是属于浙江省的人 浙江省最有名的是什么 绍兴酒 换句话说 在此之前 日治时期的普利酒厂 没有身材绍兴 普利酒厂早期 是在一句时代就开始了 它是建立民国六年 那时候是由地方的士绅 组成了一个所谓的民间酒厂 那这些名叫做 普利制酒诸事会社 的制酒工厂 然后那个时期 事实上 他们最主要生产的酒 都是米酒 或者绿米酒 或者所谓的碳白酒 并没有生产所谓的酵性酒 普利的爱兰甘泉 在日治时期 即被视为制酒秘方 台湾总督府就曾指定 普利制酒诸事会社 来酿制万寿酒 成功给日本天皇 当作御用共酒 直到台湾光复后 普利酒厂的好 再度被蒋中正看见 并普利酒厂酿造他的家乡酒 绍兴 最早研发者是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他们以前在浙江省那边 他们是一个 正一个酒商 他们家族是一个酒商 那么他们平常就会邀请一些 制酒师傅 到他们酒坊里面去做绍兴酒 那耳濡木染 他们就对绍兴酒的技术有所了解 所以他们就从民国四十一年 开花这个绍兴酒 周氏兄弟毕竟只是耳濡木染 懂得理论基础 却没有实物经验 这下子酿出来的酒 一点也不到位 直到1955年 带来了改变绍兴酒命运的一群人 1955年一江山战役战败 代表国民政府在中国的最后领土 大臣岛的屏障也没了 因此不得不在美国第七舰队护航下 将岛上一万八千多名居民撤退到台湾 使称大臣岛大撤退 不终持续打你 在中午12月长尔街 我执重为营兆宴 蒋宗正老蒋总统 他是浙江人 当时中华民国最北的一个大臣岛 他都属于浙江 心里上面有所谓的一个 故乡的一个情怀 大臣岛以前隶属浙江 大臣人有向技能 老一辈的几乎人人都会酿制大臣老酒 因为这是每副大臣人家必备的 大臣岛一有一批人撤退到台湾来 那就从里面再去掏解那个 少青酒的酿酒师傅 就所谓的张军玉这些酿酒师傅来协助帮忙 终于在民国45年能够正式的酿场 当时大批基本工班 皆为撤退来台落户浦里的大臣弟子 所以浦里酒厂跟大臣人的渊源极深 有了专门的技术以及工艺 湖里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 还能为壽星美味加成 那爱兰甘泉在日记时代 那些制酒专家 他们就有全省去探讨过 就是说我们台湾这边全省去挑选过 就是说觉得这一地区的 那个爱兰甘泉的泉水特别 酒职特别好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爱兰甘泉 它是来自于中央山脉 然后就是我们的河湾山 河湾山它的高度是3416公尺 那么高的高度 而且它的血水是从山顶一直到往下 延伸了产生了一个自然涌泉 不仅水质浦里气候凉爽 全年平均大概二十几度 最适合维生物培养 如此高品质的绍兴酒上市 不管对党政军还是一般平民 都是全新体验 更是权贵象征 为了就是说对这些省议员特别的敬重 所以说只是我们普里酒厂这边 做这个所谓的省议员酒 那这个省议员酒是专门供这个省议员 宴客送礼是用的 比如说那一届贵宾来 他们要请客 然后这个省议员酒的话 当时候在市面上是买不到 它是2.4公升的成年绍兴酒 那当时候来讲的话 你要买这种酒一定要经过省议员的批准 才能买得到 特权酒其货可居 赔时价格飙涨 市面上就出现增加酒冲刺 为了杜绝甲酒 亚迫密码成了酒厂不公开的秘密 首先辨试的方式可以从平身的标贴上面 像我们这个有标试连月日 然后后面有两码 后面两码就是它的密码 就是这一批酒它的密码 那每一个酒厂所生产出来的 密码都不太一样 但后来普里绍兴突然出了一件怪事 好好的酒味道全偏掉了 后来一查才知道是酒厂搞得贵 我们一般的酒厂就是比较有盐锥型的 像这种盐锥型的 那有一次是在民国47年到51年 我们做的这个是纸筒型的 那早期因为有很多长官觉得 这个盐筒型的做出来可以增加它的产量 那经过五年的试验之后觉得 这个酒不是跟之前的那么好喝 所以它后来全部在51年后 全部又改为这种圆锥型的 原来酒翁是有毛细孔的 酒翁化了形状彼此靠太近 少了透气性就会影响酒的品质 而在普里酒厂还保存了一批 极为珍贵的总统指定酒 市售蒋中正指示 酿造古越国成年绍兴酒 酿酒四年有成 品质最优者不上市 直接储存在埔里的地下酒窖 蒋中正他来到台湾之后 他就把自己比喻成 所谓像育软枸杞 他一心想要光复国土 想要回到大陆去 然后他就想说 我如果是能够在这里做一批酒 把它放起来 存放起来 将来如果反攻大陆之后 我们拿出来 然后大家庆祝当作一个 光复纪念酒这样 蒋中正最终没有机会品尝反攻复国成功的滋味 而事过境迁 普里酒厂早就忘了曾经酿造的这一批成哨 直到921大地震 这一震却也震出了地下酒窖的成年佳酿 隔年的308火灾 让这批酒重现了 但是重现之后很可惜 就是说因为在921大地震 这样一个非常震荡的情况下 对我们普里酒厂整个的酒库影响很大 我们酒库都受损很严重 所以那时候从酒库里面抢救出来的酒 大概只有8万翁而已 8万翁 然后隔年在复健的过程里面 又遇到了3月8号的火灾 最后仅剩下1万翁 所以说这1万翁是非常的珍贵 普里酒厂为了保存 就把它拿去蒸6层白酒 而现在酒窖里 其他的9翁摆设方式 也因为大地震有了不同 921大地震改变了 就是上次的保存方式 上次原本都会堆移到6、7层高 但是现在只会堆移到第4层 而且又会用水索高的保存 走过百年的普里酒厂 一位绍兴造就了当地经济奇迹 这个酒厂也是全台唯一 拜酒神的地方 在秋天冬天的时候 我们都会办普里绍兴酒的文化节 那最主要还是要祭拜 我们的酒神杜康 因为他保佑我们 那普里酒厂这一年来 所生产的酒都会很顺利 而且酒做出来非常好喝 现今绍兴身价已经不再高不可堪 宴席上也早已被威士忌冷酒类取代 但烧心酒依旧是传奇代表 老奖千台魂签梦莹也要把它酿出来 心心念念反攻复国也要戴上它 如此钟爱的程度也足以让人愿意一支千金 只为和尚那一口讲功爱的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